大家好,我是游子 今天我想把这盆白芹菜给摘了吃了 这盆芹菜已经长了快一个月了 我觉得它已经老了 所以我今天把它全部剪了 剪了以后,我把它又分了苗 剪下来的芹菜,我连叶子都不舍得摘掉 去掉了一些黄的叶子 我准备炒豆干 然后把它切了一段段,起油锅 我先把豆干先炒了 这个豆干是很特别的 它有点像豆腐 但是又有点像豆干 它的味道是五香 所以特别好吃 不管是什么豆干 你必须要把它炒香 然后倒些这个酱油 这个酱油也是很特别的 Hmark有买 朋友介绍了这个酱油 确实味道不错 很鲜,很浓 不管你放什么酱油 一定要把它炒香 现在加入芹菜 我这是白芹菜 香芹也可以,水芹也可以 我一共种了三种芹菜 我觉得每一种芹菜都很好吃 这个白芹有一点点苦的 现在把它完全翻炒了以后 然后稍微焖一会儿 我今天因为用的是不粘锅 所以不放水也没关系 如果是铁锅的话呢 我得放一点点水 因为铁锅它预热特别的快 很容易把东西烧焦 但是铁锅烧鱼啊 烧肉啊 更香 好了 这个时候我又加了一点盐 因为我觉得这个酱油还不够咸 然后就可以起锅了 我试了一下 味道好极了 今天我在花园里 又摘了一颗花椰菜 然后我放了一些儿菜的叶子跟杆子 儿菜也是花园里刚刚摘的 还有花园里种的胡萝卜 准备炒一个杂菜 我放了油 然后放了一点盐 把它煸炒了以后盖上盖 让水蒸汽把这些菜煮熟 我听那个营养学老师说 每天要吃一磅的菜 然后菜最好有三种以上 所以呢 我现在就学会了炒炸菜 就是各种菜放一点 花园里这个摘一点 那个摘一点 也是很有趣的 你可以看出来 它好像都收缩了 就说明这些菜都熟了 我又加了一点蚝油 让它更加有味道 然后翻炒一下 就可以起锅了 真的很好吃 胡萝卜甜甜的 那儿菜杆子也特别的脆 我特别喜欢吃花园菜 它的杆子特别好吃 甜甜的 哎呀 这盆菜 我一天可以把它干完 今天的主菜是大排骨 烧五香豆干 煎排骨 我是一定要用铁锅来煎的 这样更香 我放了油 然后把排骨两边煎黄 排骨一定要把它煎透 这样的话 它就更香 这个排骨呢 其实这里只有两块排骨 我是先放在水里 让它泡了一会儿 把那血丝泡出来 然后一块排骨 我把它切成三半 所以这里有六小块排骨 煎排骨啊 油烟特别大 尤其是用铁锅煎 但是没办法 要它这个味道啊 所以我把风扇开得很大 我这个厨房 重新装修了以后呢 我特地买了一个 功力非常大的抽烟机 所以我不怕油烟 在厅里面转 然后我把房间的 那个门跟外面走廊的门 都打开 因为都有沙门的嘛 不怕有苍蝇 喂的就是我这个 中国喂 我家所有的门窗 都装了沙 那沙窗 这样可以经常通风 油烟就不会待在房间里 因为我这个厨房吧 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它的饭厅 还有厅 走廊 全部是连通的 特别的大 大概有80多个平方 然后厨房还有后门 后门也有沙门 所以都可以打开的 见到这个程度 我就再放了两片生姜 我不想放更多的调料 然后我倒出一些多下来的油 它可以炒菜 现在我就要开始炖排骨 在炖排骨之前 我把切好的豆腐干放下去 先把它们煸香 锅里我还是留了一些油的 因为豆腐干是很容易吸油的 它吸饱了油 吸饱了作料 这个豆腐干才好吃 同样我们要把这个豆干啊 先把这个香味炒出来 它有那么多的油啊 这个豆干一定很香很香的 现在我们开始调味 我加了这种酱油 然后呢 放了一把冰糖 冰糖就看你需要多甜的啦 然后再放一点点红酱油来调色 翻炒一下以后呢 我放了一罐啤酒 又加了大半碗的水 水呀要一次加好 后面就不要再加了 然后这个水呢是正好给你的排骨平行就可以了 盖上盖 让它炖 先开大火让它煮开 然后开小火 让它炖了半个多小时 我大概炖了40分钟吧 然后我去花园里摘了一大把葱 上海呢有一个名菜叫葱靠靶罐 就是大排骨 然后放一大把葱 这样做的 今天我是放了豆干了 那就更好吃了 稍微翻一下盖上盖 让它继续焖 我大概又焖了10分钟 看到水有一点点干了 开盖 看一看 不要把它水全部烧干 要留一点汁 因为这个做汤面 做这个果条面 哎呀 放一点 放一点这个汁 然后再放一块排骨 我跟你说 这是绝对外面买不到的 很好吃的 接着我把生姜 全都选出来扔了 现在就可以起锅了 你知道这个葱有多好吃吗 你都想象不出来 这个葱太好吃了 我都后悔 应该再多放这么一倍 现在就可以起锅了 你看这两块排骨 做了满满的一盆 空口吃那个豆干 真的跟肉一样好吃 这就是我的午餐 Sam看我车 那个排骨吃那么香 他说我也要一块 我给了他一块 结果他跟我说太甜了 他说 为什么你的菜里边要放糖 我简直只不能忍受 哎 我说这就是上海人的口味啊 吃的有点甜口的 这是他的午餐 它是一种意大利面吧 好了 我们就开饭了 吃饭的时候 Sam就跟我说 他上网查了 如果护照 在过期的前九个月 就可以开始申请新的护照了 所以我们决定 明天去Triple 拍照片 然后去申请新的护照 另外 好多朋友都跟我说 十年签证 就之前的十年签证 还是有效的 那我看了一下 我的十年签证 要到2025年 还有两年 所以我不需要现在去领事馆 再申请签证 等我拿到了新的护照呢 但是我的老的护照呢 今年年底要过期了 所以我准备这个月正好是过期的前九个月嘛 去申请新的护照 然后他说你要回去的时候呢 你就带上新护照跟老护照 进关的时候 他们要看老护照的签证 然后要对你新护照 是不是一样的名字 一样的年月 就是所有的information是一样的 那你就进中国 没有问题 这里我也是 借今天的视频 跟大家说一声 又刮大风了 我都不知道我这些蚕豆 还能不能坚持下去 看看海面上 全是白的浪 我家的那个 平台上的这个凳子 这凳子很重的 我一个手还拎不起来的 都给吹到了 但是看到人家有这种龙卷风啊 这种风还不算什么 但是这个风可以把天上的云 都吹得干干净净 这样的话就不会下雨了 我现在就怕它又下雨 哎呀 看看地上挂了那么大一棵树枝 压到了我的芦笋 还好 那个角落没什么芦笋 这是今天早上 我把这个地 里边的窝笋全都拔了 然后去了Home Depot买这个石头 因为之前那个木头啊 全都烂了 我把它拆了 这里准备种四种玉米 我的天哪 看我那枇杷树摇得像不倒翁一样 哎 这把伞好像还挺挺玉立的 估计还是会倒的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关注 有可能今天晚上会很冷 大家保重 谢谢大家